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条例是为了保障哺乳妈妈的权益 不管妇女选择在哪里哺乳 任何人都不能去妨碍 禁止或驱离 看了刚刚以上的状况 您觉得那位工作人的处理方式正确吗 其实根据公共场所母乳补育条例第四条规定 妇女与公共场所母乳母乳时 任何人不得禁止驱离或妨碍 妇女选择公共场所补乳的权利 不能因为该场所已经有设计补给乳室而受到影响 所以像刚刚那位工作人员 他请她到补给乳室去补乳 其实已经触犯到公共场所母乳补育条例的第四条 那违反以上的规定的话 会被处于新台币六千块以上三万元以下的发款 孩子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母亲选择给孩子补育最好的母乳 让我们的下一代奠定良好的健康基础 我们应该尊重以及支持补育母乳的妈妈